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小缺点 但是为人又是非常正义 非常正直 然后很有责任感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公司是一个有原则的公司 第一个原则就是绝不 所以早安入侵别人账户是非法的 我们公司没有这一项业务 你说这帮人要放 不然还会有更多女孩说 我开心 怕 怕 给我追 你去查下去 你去查下去 你说这帮人真相 怎么样 有消息吗 知道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遇到周游 这一局我又2比1 秦淮可能在周游身上发现了他小时候的样子 周游的一些孩子天性的心灵也进化了秦淮 小业务出马 小业务志气啊 好好干 真的成了 成了 所以两个人是彼此救赎一起共同努力的 我觉得这部剧题材还是大家比较容易关注到 但是同时也会比较忽略掉的一个领域 这里面有大量的讲到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些网络常识 网络诈骗啊 关于舆论的处理方式等等等等 网络安全事件 也是希望大家要有自我防范自我保护的意识 然后同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闪失而去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虽然讲的是高科技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些比较接地气 然后又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 按照逻辑来讲 你们在得知我接了这个什么美国资厂 你们的反应应该是跟周游一样的 先把这个关系展清楚 这是一个生活中很正常的 然后我们整个拍摄的氛围都是很轻松很快乐的 我觉得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去创作 我学校在靠我们的了 你上我太适合了 是我们往他上靠 对 摟着他不让他摟 因为我还没等他摆过来 一 二 三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剧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剧以后 也对生活中的一些自己舒服的地方有所加强吧 最后希望这部剧获出一个好的成绩 谢谢